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上个礼拜宇宙光百人合唱团来到怀恩堂 使用怀恩堂的场地在这里有个公演 然后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这次公演的一个CD 我不是要做什么广告 我是看到这次公演有一个题目 这个真是有意思 看到了叫做跨越 跨越 是 人生需要跨越 我也参加了一部分这个公演 我也听了他们百人合唱团的其中的几首诗歌 或者是很好听的乐曲 那他们永远是从一个大家熟悉的音乐开始来传递这个信息 就在音乐里面传递福音信息 当然了我知道现在的社会要多元了 所以必须要用尽方法 用尽方法用尽各种智慧 带领人进入神的国度 这一次他们选的这个跨越的主题 真的是在疫情之中 我们实在非常需要的一种属灵的生命的数值 就是跨越 跨越的意思不是走过去 也是跨过去 是吧 有困难 但是我们跨过去 越过去 这真是一个 神给我们的恩典 求主带领我们都能够有一个跨越的经历 使得我们的困难跨越过去 其实这个也让我们想到逾越节 还记得吗 是啊是啊 逾越节就是一个跨越 很早很早的记录 那这个阴着羔羊的血 在门楣和门框上 灭命之子 就会跨越 不在这里进行消灭的工作 我们求主也因为耶稣的宝血 我们可以经历跨越 跨过去 跨过去 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出路 所以今天晚上我为大家能够跨越 各位现在的人生祷告 让我们虽然可能有困难 有挑战 心中可能有苦闷 或者有实际的这种的人生的艰险 求主给我们恩典能够跨越过去 晚上我们一起来祷告 谢谢主 你就是这一位跨越 让我们可以逾越 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出死路生 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经历 胜过环境 胜过困难 胜过困难 因为你是这一位 使我们没有路走的时候 为我们开道路的主 就是在旷野中开道路 在沙漠中开江河的主 今天晚上我们再次回归这一位奇妙救恩的主 跨越的主 引导我们跨越 我们回归到这位主的面前 我们不只是求主的工作 更求主自己 让我们对你更认识 知道你是带领我们跨越的主 因为你已经跨越过了 跨越了死亡 从死里复活 求主恩待我们 也跟随主一起跨越我们的困难 在会众当中 恳求主十恩典 十年里 让我们都可以经历跨越的恩典 弟兄姐妹当中 家人里面 有疾病的 有哀痛的 有困境的 有生活上有挑战的 有人际关系上出现紧张 紧况的 主耶稣我们恳求主 带领我们一起跨越 经历神的恩典的保护 愿主你亲自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让我们亲自体会 你真真正正引导我们走 跨越人生的道路 谢谢主的恩典 祷告奉耶稣的礼 阿们 愿主引导我们 一起跨越困难 迈向恩典之路 晚安